能不能这样 连吃东西都困难的芭比脸 到底是仙气十足还是惊悚悍然 妖叔喜欢芭比的程度 没人能比迪丽娜更疯狂 更没有人会像她一样 不惜花费百万在脸上动刀108次 但她本人却是打死不承认这一点 并且自称自己是中国第一芭比 整过 在我爸妈肚子里面就整好了 芭比就是我中国第一芭比 由于在网上太过于蹊径 有网友扒出了迪丽娜以前的照片 而拥有中俄混血的她还是有一些底子的 早期上节目时 面对众人的肘容质疑 她也大胆地在现场卸起了妆 看得出迪丽娜对自己的素颜是很自信的 但肘容后的她素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慌穿有一位大哥砸了四百万想看她卸妆 而卸妆后的样子却不尽人意 不少网友表示自己被吓到了 毕竟相比之前看到的蓝眼睛小鼻子 在这时变成了蛇接链 之后更有人爆出了迪丽娜聚餐室的视频 宣称拉着眼角面无表象 再加上此前她的好友晒出过一段陶石视频 面对好友的头位 迪丽娜多次拒绝 孙佑就忍不住调侃 嘴巴张不开可能怕骨头歪了吧 结合一切才让网友们更加确信 她流向了整容后遗症 而在我看来 迪丽娜也并不是不承认自己整容 只是她太沉迷于芭比的形象 就像她上节目时说的 自己本身就是芭比 看过她视频的人都知道 迪丽娜拍摄的内容 主要是围绕王子公主的故事展开 穿着复古的长裙住的是城堡 演绎着梦幻的句窍 迪丽娜一直活在她的公主梦里 幻想着自己享受万人瞩目的待遇 而这样的行为 就不免让她在现实生活中 或多或少的有着一些公主病 她也曾在一次直播中表示 自己从小是被宠着长大的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幼稚的人 我从出生起 我都是被人宠着的 在之前 迪丽娜与男友参与的直播中 俩人由于吃柠檬的问题 发生了争吵 我现在不想吃了 我不要摔的东西 还没有礼貌吗 我跟你说了几遍 不能吃不能吃啊 你明知道你吃了你未必 为什么要摔我柠檬呀 我没摔你就不错 视频中可以看到 迪丽娜动手打了南方 据说网友们还以为是 两人为了博眼球 故意在镜头面前吵架 直到南方砸水边淋血 受不了了 你还受不了 你自己批他手会捉到 我让我闭嘴 我不闭 我闭嘴 哎呀 天啊 我自己帮我去吧 不管是发生在迪丽娜身上的 肿肉风波 直播事故 还是面对她不能张嘴 吃东西的质疑 迪丽娜这么多年 也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芭比 她的美也许是很多人 不能理解的 甚至称之为病态的美 可众人眼中的畸形 却是迪丽娜通过多年的努力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她的热爱 人生本来就如戏 但是你要把真实跟这个幻境要分开 对 你就可以活得很快乐 谢谢老师 祝祝 也希望迪丽娜在追求自己的同时 也可以注重自己的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